大家好 我是韩国媳妇蒂芬妮 今天我们来做韩国宫廷菜汁烤牛肉饼 需要的食材有牛肉、豆腐、大蒜、大葱和松子 为了不影响口感,大葱和大蒜都要切得非常细腻 牛肉先纵向切成丝后和向切丝 翻过面后,同样再切成细丝 反复五到六遍后,牛肉基本就切得很细腻了 豆腐一定要去除多余的水分 用刀刃上下推动豆腐,磨碎豆腐 牛肉和豆腐的比例是三比一 加入半小勺食盐 一勺白糖 少许黑胡椒 芝麻 一勺香油 少许蒜末和葱末 为了增加筋道的口感 一定要用力摔打牛肉饼 先做成厚度为0.8厘米的正方形 用刀轻轻拍打牛肉表面 增加牛肉饼的硬度和密度 这样烤的过程中,牛肉饼就不会散开 用火烧一下烧烤架 去除多余杂质后 涂上植物油 放入牛肉饼 一面烤三到四分钟后 再翻动另一面烤 用手按压变得硬硬的时候 关火 松子用擀面杖碾碎 再用筷子分开 变成细细的粉末待用 等牛肉饼冷却后 先切除四边 再按照要求 切成一样大小的9个小块 撒上松子粉末 今天的烤牛肉饼就做好了 我是韩国媳妇提芬妮 欢迎下次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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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